这个怀孕的女人不一般 为了让她安心养胎 伙伴们特意找了间军火仓库 刚要进去 女人忽然有了胎洞口音 下一秒 好家伙 这肚子里怀的是能炸吧 伙伴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信信军火仓库是石头和混凝土建的 不然生产当天肯定得炸了窝 女人叫北极星 完美其成了老爹万磁王的超能力 任何此节只要在她的掌控下 那都是可以要人命的武器 六个月前 北极星带着一些同伴离开变种人组织 转身加入了黑姐建立的地狱火 这个组织高手如云 为独心术的三姐妹辨识其中之一 他们听命于黑姐 想和人类来一场终极对决 为变种人争取到正常生活的权益 然而黑姐也是个狠角色 凭着一招十次后 谁要敢反对或背叛她 下场绝对是死翘翘 北极星和安迪都清楚这点 所以从不和家人联系 想着等北极星把孩子生下来 便开始大战伸手 让人类渣渣们瞧瞧他们的厉害 这晚北极星终于迎来生产 大家叫来专家 把她安置进特殊产房 工作越来越厉害 北极星疼得开嗓大 简直是要拆家的节奏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也 专家也不敢用丝毫松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北极星强大的滋上影响了周围的一切 就连电路系统都接近瘫痪 然而孩子却在这时挽起了走位 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妈妈的肚子 专家告诉黑姐 北极星应该是有心理障碍 不去除障碍 可能会难缠死去 黑姐立马派出三姐妹 让他们往北极星的眼睛里注入一段画面 北极星瞬间恢复一时 抱着老娘还要大展宏图的想法 一咬牙一使劲 周围火花带闪电 外面的电线杆更是直接断电 接着整个城市陷入黑暗 孩子顺利生下 北极星不在怀里那叫一个稀罕 另一边 孩子他把大山察觉到异响 自家媳妇把全室给弄断电了 大山开上车就去找人 可是两人之前的小矛盾还没解决 北极星才不愿意让他找到 与此同时 黑姐又准备出手了 军火仓库失足的 断电的是已经上了新闻 狂转移人员肯定不行 黑姐交代三姐妹 扎了军火仓库 顺便把管理员给灭口 人家都答应保密了 黑姐却还要下黑手 三姐妹扭不过 露着洁白的大腿 她这红色高跟鞋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倒霉蛋 好家伙 直接给人送走了 听说完这件事 北极星警告安迪 一定要听黑姐的话 好好练习 不然最后只能成为一枚废棋 安迪点点头 可在练习时却出了岔子 见她没办法集中精神 黑姐满脸不高兴 尤其是听说 她竟然试图联系家里人 黑姐没了问下去的耐心 嘴角微微张开 准备发挥自己的十字后 安迪见状立马站起来 倾诉完对家人的想念 这才有重新博得黑姐的信任 仔细看 这个正在开车的男人 两只胳膊轻轻爆起 灼热感强烈 下一秒 方向盘直接融碎 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好在前面的车没人开 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 老马撞得头破血流 女儿问她这是什么情况 老马也不知从河江起 自从安迪离开 她体内的一能越来越强烈 现在已经不受控制 随时有可能爆发 妇女俩担心被警方看见 倒急忙慌地上了另一辆车 回到住处 老马本想把这件事说出来 可大山却被黑姐的人带走 他们的孩子病了 普通光照无法让孩子痊愈 大山有控制强光的能力 所以被强行请了过来 看见小生命的一刻 大山的心都要化了 只见她手掌微微用力 景色的光照在孩子身上 冰镇消失 专家向大山要回孩子 钢团聚就要分离 大山十万个不甘心 要说这女人一旦绝情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大山还想再说点什么 三姐妹过来请人了 他们试图操控大山的意志 让她戴上头套赶紧离开 偏偏这小子像得很 强行摆脱三姐妹的控制 逼得黑姐只好亲自出手 这大黑嘴唇 让大山毫无招架之力 回到住处 把事情告诉给其他人 大山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把老婆孩子给抢回来 为了弄清黑姐的目的 他们找到一名病种人黑客 这人同时也是个瘾君子 闻见毒品的味 就跟没了命一样 接着手往主机上一搭 两眼翻白 找出了很多有关黑姐的信息 她最近盯上了一间医院 里面关着很多变种人 难不成是要救人吗 大家摸不着头脑 兵分两路 大山几人去医院探探情况 老马夫妻则留下来盯着黑客 因为能力有限 黑客入侵不了监控系统 老马妻子干脆拿出毒品 说你要是帮我找到儿子 这东西就归你 黑客顿时来了干劲 眼睛翻得好像鱼肚皮 终于在监控中捕捉到北极星几人的身影 他们好像要带走一个人 长毛哥和小美通过空间门进入医院 大山和小李等在外面接应 按照黑客给出的路线 长毛哥两人很快见到北极星 大家原来是朋友 现在是对立面 北极星猛的出手 直接打开所有病房的门锁 被关押的变种人们一涌而出 场面变得不受通知 长毛哥和小美被拦住去路 只能打电话给大山 让他们在外面拦住北极星 大山本来想用超能力把车子截定 小丽担心车上的弟弟受伤害 说什么也要亲自出手 还说弟弟一定不会伤害他 然而车子停下 小丽却被打脸了 只见弟弟从车上下来 双手向前一推 瞬间让大山和小丽飞了出去 险些成了脑震荡 小丽回去后忍不住和父母哭诉 意识到安迪确实不愿回来了 老马妻子难以接受 新闻媒体很快知道医院的事 群体员工在三姐妹的控制下 录了一段视频 内容是我们活该 我们错了 我们支持变种人起义 看着相关报道 北极星那叫一个高兴和自豪 不过他还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黑姐 为什么要把一个小姑娘 从医院给带回来 这是变种人队伍中最年轻的女孩 小手轻轻一转 立马让物体翻转 就连玻璃上写下的字 都能被瞬间倒置 女孩的能力惊讶到安迪 恰好一辆警车路过 女孩笑着问安迪 想找点乐子吗 下一秒 警车瞬间变废铁 着实吓坏了一旁的警察 趁她呼叫救援 女孩煽动安迪 展示一把她的超能力 只见安迪双手握拳 一咬牙 一使劲 车门飞了出去 油箱炸开 蘑菇云腾空 女孩满意的笑了 完全一副叛逆少女的模样 然而她之前可不是这样的 她叫贝卡 之前被关在变种人医院 受到了上百种非人的折磨和实验 最近才被黑姐救出来 加入组织 超能力也是越练越狠 瞧瞧这眼神 脱脱的私定终身 但是北极星却有点不太高兴 因为她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黑姐时不时消失几天 留给他们一堆训练项目 忙得北极星晕头转向 根本没时间陪孩子 这天黑姐又给几人安排活了 真人模拟 机枪扫射 安迪用尽把人推开 北极星控制了射来的子弹 而贝卡也通过翻转完成了最终消灭 黑姐呱呱拍手 北极星立马表达不满 小脾气说来就来 黑姐拿她没办法 只能交代三姐妹 做点什么稳住北极星 她可是队伍中的主力 没有她 大家会被打成筛子的 三姐妹去找北极星聊天 她怀里的孩子哭个不停 无奈 三姐妹控制孩子的意志 让她睡了过去 北极星还以为孩子只是困了 本出时间和三姐妹坐下聊聊 接着 大姐把她带到一处银行附近 她说这里是针对变种人建立的银行 一旦有变种人靠近 保安系统就会报警 赤裸裸的歧视和打压 谁听了能不生气呢 大姐接着说 他们要摧毁这家银行 顺便让更多的变种人看到 加入到奇异队伍里 北极星很快被感染 可是回击地时 她却听见大姐唱起了一首摇篮曲 大姐还是不愿意承认 然后便有了这一幕 渐行旷部庙 电梯外的黑姐赶紧出手 这一吼 直接正开电梯 就吓了大姐 不过北极星已经生气 认为他们没有团队精神 处处都欺骗自己 晚上 大姐又找到北极星 这一次她选择坦诚相告 原来他们曾经是姐妹五个 征服抓走了他们 逼迫他们没日没夜的练习 每次练习只能三个人出去 其余两个作为人质 目标是变种人 三姐妹下不了手 导致另外两个姐妹受到人身威胁 无奈 三姐妹乖乖照做 不过趁着项圈被摘下 他们控制了在场的人 让其互相残杀后逃了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三姐妹 投靠黑姐的原因 只有完成起义活动 更多的变种人才不会受到伤害 同时她也向北极星保证 自己绝不会伤害她的女儿 相反还会疼爱她 保护她 女人本就是水座的 北极星流下两行眼泪 原谅三姐妹的同时 也决定更加投入的训练 这样才能给女儿一个好的未来 一个个皮衣皮裤 捧客打扮 说是来抢银行的 看着却有走秀的意思 进发里最先登场 双眼蓝光一闪 门口的保安乖乖放下枪 敞开大门让他们走了进去 接着是北极星 只见他指尖环绕丝绿光 以挥手 所有电脑全部断电 好家伙 这谁能受得了 不行就掏枪吧 但对面可是万磁王的女儿 两手一挡 子弹齐刷刷掉在地上 加上黑姐一身狮子吼 在场的人耳蒙差点炸了 没收完枪支 人们被关进办公室 只要配合就能活着离开 但银行经理可不吃这套 猖狂表示 这里是针对变种人设立的银行 赶来抢劫 早晚都得死翘翘 不说还好 一说三姐妹便朝他走去 双眼泛起蓝色的光 经理瞬间被操控 对着镜头自我反省起来 政府也太不是个东西了 怎么能歧视变种人呢 还有这银行 贝香简直是活该 视频路好 北极星也带着安迪和贝卡来到金库 贝卡折探半天 实在是弄不开这金库 无奈 安迪说起他之前的遭遇 被关押 被折磨 灵星的回忆涌上 下一秒 北极星叫来黑姐 站在他身边的是银行最高主管 同时也是黑姐的老情人 这女人一旦狠起来 老情人也得利用上 邓诺手指的功夫 老情人把全部资产转给黑姐 两人怎么说也是睡过觉的关系 黑姐向他保证 不会杀他 也不会杀办公室里的人 然而贝卡却不是个好说话的 一个劲地煽动黑姐 见他没反应 心意恒 对着玻璃门就是一顿操作 所有人都领了盒饭 贝卡在露出满足的微笑 可见这姑娘 心肠不是一般狠 只要是跟她谈恋爱可得了 分分钟把你拧成肉迷 北极星向来反对 滥杀无辜 可要说比嘴皮子 贝卡简直完胜 丝毫不给他这个老千辈面子 最后还跳车逃走了 与此同时 银行事件引起很大轰动 很多变种人参与起义 而人类也产生更多的仇恨心理 烧毁不少教堂和学校 外面乱成一锅粥 北极星最担心的就是女儿 她害怕孩子会受到伤害 主动找上孩子踏踏大山 大山是捧在手里踏话了 抱在怀里踏烫了 可出于为孩子考虑 选择支持北极星的决定 让她把孩子带走 交给乡下的姨妈照顾 另一边 长毛哥和小美来到了银行附近 长毛哥擅长追踪 手指一碰地面 就能捕捉到发生过的事 他们顺着线索找出了贝卡 对于银行事件 贝卡毫无惭愧 李夫人就是解杀的 你能拿解咋样的态度 长毛哥劝她说出 黑姐的其他计划 可她却说 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抢银行是黑姐下达的命令 那间金库 好像还有什么重要文件 但好为李世满 说完这些 贝卡直接逃走了 长毛哥一番调查 终于发现 李世满是一家科技公司 而且就在这所城市 看来想知道黑姐下一步的计划 只能从这家公司入手了 注意看 这个正在吃饭的女孩 双手一使劲 盘子里的蛋糕变成碎渣 她拿起勺子享受起来 父母的眼神变得怪异 下一秒 贝卡想逃 打开门发现 到处都是警察 没等实战超能力 她就被控制起来 出卖她的是亲生父母 看着她被迫戴上相圈 父母只觉得松了一口气 殊不知 接下来的贝卡被关进医院 每天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直到这天 黑姐把贝卡带出来了 可是她内心 对人类有着强烈的恨意 第一天出任务就大肆屠杀 并且在回去的路上逃走 黑姐最讨厌被动 所以很快把贝卡抓了回来 让她再一次被关密室 与此同时 长毛哥等人抓住了系统分析师 这老家伙不愿意透露分毫 长毛哥一拳干碎旁边的贵子 吓得他立马如实相告 所有监狱的相圈 都来自于李氏满 看来黑姐是想从相圈上入手 让监狱里的变种人恢复超能力 长毛哥和大山决定阻止 威胁分析师 尽快找出各个监狱的位置 另一边 安迪不忍贝卡受苦 恳求黑姐无果后 直接来到了密室前 冲锅自由的贝卡 直接扑进安迪的怀抱 两人没羞眉扫起来 安迪还想带着贝卡远走高飞 然而贝卡却有了另一个想法 直见他按下电梯 直接来到了黑姐这一层 安迪见事态不妙 赶紧冲了过去 小伙子力气实在是大 一挥手就把贝卡甩飞 头撞向墙面 当场领了盒饭 失手杀掉心爱的姑娘 安迪的痛苦可想而知 不过黑姐倒是对他更加信任 接下来的任务也开始继续进行 因为查到分析师被绑架 黑姐派出得力干将去灭口 这人善于隐身 很快便将分析师送走 黑姐他们来到李氏满服务器场 成功破解安保系统 依靠三姐妹的控制术 打摇大摆进入场里 此时的北极星戴上了一个发夹 这是父亲留给他的 用来提醒 他可是万磁王的女儿 下车后 安迪站在最前面 钻进拳头猛的发力 防爆门立马变成一堆碎石 北极星和他一起进去 双手向上 身体悬空 伴随着悠悠绿光 割入电线火花四线 接着变种人身上的项圈失去作用 监狱里的胡子格扯下项圈 一个响指 瞬间点燃了后面的预警 所有被困的变种人重破自由 城市乱成了一锅粥 而消失已久的光头也再次现身 之前的大爆炸死了无数人 活下来的他被特勤处开除 但这并没有让他死心 加入倾诉者组织 继续对变种人进行围捕 长毛哥被发现 因为他的超伦力只是追踪 光头猛踩油门 把他逼到墙角 然后带了回去 大山几人坐在一起想办法 他们是单力博 自然不是光头的对手 无奈 只好求助于北极星 听到曾经的好友被捕 北极星很快和大山见面 这边光头开始审问长毛哥 他全身上下都被铁链捆住 拒布交代大山等人的藏匿地点 旁边的男人上去就是一拳 长毛哥歪了歪头 以赴里能拿我怎样的表情 这次光头也不客气了 直到长毛哥听力敏感 直接给他戴上耳机开party 耳膜都要炸裂 长毛哥拼命迎刃 等待着伙伴们的救援 小姐姐站在铁网前 双手萦绕丝丝绿光 用力一甩 铁网直接破掉 旁边的小哥哥同样抬起双手 一阵动感光波 吓得里面的人到处乱窜 他们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救出被困的同伴长毛哥 夫妻俩久违同况 默契度十足 这上面完全是史实纪 收到消息 光头坐不住了 拿起枪 对着长毛哥一顿万射 这边 小丽姐弟和小美破门而入 只见安提轻轻挥手 持枪的男人便撞到墙上 又重来两个不怕死的 小丽甩出空气屏障 配合弟弟的五毒掌 那两人直接趴倒在地 随着场面越来越混乱 其他人劝导光头赶紧逃命 可光头向长毛哥撂下狠话 说完又准备再来一发 好在枪里没子弹 变种人的脚步又层层逼近 光头被同伴拉走 长毛哥也等到救援 一起往外走时 身后追来的小虾米朝几人开枪 姐姐险些重担 安提怒了 解析空的安提已经失控 男人的小命危在旦夕 多亏小丽冲了过去 这才把安提的理智给拉回来 脱离险境 父母试着和安提沟通 则认为长大的他不想理会 沟通无果 家人明白了一个道理 另一边 北极星和大山吻别 临走时不忘说一句 老娘可不会因为爱你就改变心意 又没有撒 能怪大山忘不掉人家呢 北极星就这样回到黑姐身边 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计划 黑姐带回来一批新人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家伙 但黑姐还是得震慑他们一下 大嘴一张 险些要了在场所有人的命 老大的身份坐实 黑姐嘱咐新人一定要好好训练 然而北极星看见这一幕后 却有些不满 他认得那些人 非奸即道 无恶不作 与这种人搭档简直丢脸 北极星希望黑姐把他们赶走 可黑姐却说 反对需要他们 放在战场上 他们将是最好的武器 北极星作罢 同时也对黑姐产生抵触心理 本来想为变种人谋求公平 如今却开始肆意杀戮 北极星无法接受这种不择手段 可光靠他一人 根本阻止不了黑姐 无奈 他只好找上大山 把心中的想法全部告知 夫妻俩哪有什么隔夜仇 大山同意帮助北极星 接着让小美牵线 见到了另一组织的头目 独眼哥 独眼哥和他的部下生活在地道里 他们消息灵通 但不参与外界的纷争 不过作为同类 他们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 说黑姐回了一处街区的监控系统 应该是想在那里做些什么 大山决定去看看 北极星则打算从新人那里探探口风 然而这些人的嘴巴比石头还硬 为此 北极星只好跟着大山一通前往 两人等完很久 终于看见两辆车开过来 黑姐拿着文件下车 与他会面的 是国家新闻部的人 他明明是反变种人的影战分子 为什么会和黑姐见面呢 北极星越来越困惑 再看黑姐两人 似乎交谈得并不顺利 接着还交换了文件分道扬镳 男人轮起一根棒球棍 烧动一面 棍子立马烧得火红 只见旁边女人伸手一甩 身后的胖子兄长一拍 棍子瞬间在空中爆炸 假人也变成了一地碎渣 他们就是黑姐找来的新人 经过不断练习 超能力越来越强 完全碾压万磁王的女儿 北极星 为防止黑姐利用他们大肆杀戮 北极星故作友好的打招呼 顺便问问接下来的计划 可是三人的戒备心实在太高 根本不给他多说几句话的机会 无奈 北极星只能另寻他法 与此同时 小丽姐弟总会做同一个梦 他们之间有心灵感应 但立场却是对立的 小丽希望世界和平 安迪希望变种人翻身 一言不合 两人在梦里互相伤害 安迪把这件事告诉给三姐妹 既然她已经跨空间受伤 三姐妹提出一个建议 三姐妹的确有这个能力 但安迪不想用这种方式勉强解键 另一边 大山齐接了很多变种人组织 他们为正义而战 卓远哥受到鼓舞 最终选择加入 但单靠他们的阻止肯定不够 老马妻子去找了哥哥约翰 让他带消息给国防部 说有一场恐怖袭击即将到来 这边三姐妹也给新人安排任务 北极星看见这一幕 赶紧回屋打电话给大山 他刚刚听见新人再说土龙 变种人小林嘴能喷烟 手能变成爪子 现在又是大山等人的同盟 看来新人失去对付他了 大山几人立即赶往小林的基地 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看见小林的下场 独眼哥又想改变主意 长毛哥劝着劝着 失去耐心 朝他的肚子来了一拳 这小子竟然下黑手 独眼哥怒了 一束光从眼镜里射出 直接把长毛哥弹飞 让他再嚣张 与此同时 小丽母女遇上麻烦 约翰为了自保将二人出卖 同时还说 黑姐已经渗透进国防部 他这么做术师是没办法 警车很快出现 小丽让母亲上车 恶狠狠地瞅着不远处的车辆 针子弹被屏障挡住 小丽和母亲开车逃走 路上 母女俩聊了几句 小丽说对付警察的时候 有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思想不受控制 母亲不停安慰 殊不知安迪已经答应三姐妹 试图通过精神连接拉小丽入伙 不过小丽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 三姐妹只能循序渐进 一点一点入侵她的思想 这边新人依旧在训练 北极星加入其中 见识到三人的实力 心里更加没底 于是故意划伤胳膊 已回去包扎为借口 溜进了黑姐的办公室 不去不知道 去了下一跳 黑姐的桌子上放着图纸 有关白宫和五角大楼 看来是打算最后一搏 北极星赶紧通知大山 可还没想到办法 意外就发生了 这对姐弟在干嘛 各睡各得 却在同一个梦里相遇 三个双眼发蓝的女人 站在弟弟床边 指引她如何劝说梦里的姐姐 亲情话卷很快扑展开 姐姐握住了弟弟伸来的手 可下一秒 他反悔了 不顾弟弟的呼喊 脱离梦境 从现实中醒了过来 他们原本是最强的变种人 各有各的超能力 一旦合体 将会更加强大 可是两个人的阵营不同 弟弟安迪加入地狱火组织 目标是摧毁白宫和五角大楼 以此为变种人翻身 姐姐小丽选择留在原有组织 依靠正确的方式 维护变种人的权益 安迪本想利用三姐妹拉她入伙 但没有成功 两人嫌隙更深 随后小丽还挽起了失踪 车站里 他看见一个变种人被警察抓捕 男人上有老下有小 警察不管不问 直接给他戴上手铐 小丽忍无可忍 下一秒 老马跟着长毛哥一路追踪 看到的却是已经损坏的警车 继续追踪下去 他们终于发现了小丽 他看上去很虚弱 但是却执意要去找安迪 老马慌忙将女儿拦下来 好一番苦口婆心 这才打消了女儿的念头 与此同时 新人队伍中的迈克斯 找上北极星 他是个观察力极强的人 早就发现北极星 对他们的任务很上心 不过小姐姐立马来了一招反客为主 这致命的威慑力 谁见了能不退缩呢 男人信心离开 小姐姐也松了一口气 多亏这演技 要不然早就领盒饭了 深夜 麦克斯去超市买啤酒 根据北极星提供的时间线 大山钻进了车里 麦克斯刚上车 强攻就打在后脑勺上 说完 麦克斯洋装系安全带 大山没注意到他的小动作 腹部直接中了一枪 撕扯半天 车子爆炸 大山捂着伤口下来 要说这傻孩子也是实在 怎么就不知道留个新年呢 这下好了 情报没问着 自己还受伤了 黑姐很快发现队伍里少了一人 是死事活他不担心 唯一在乎的 是谁暴露了麦克斯的去向 大家开始互相猜济 北极星倒是一脸镇定 也算暂时性的稳住黑姐 另一边 光头又掌握到一些线索 新闻部的议员告诉他 有一批变种人就藏在地道里 带人去围剿 肯定能抓到不少 必要的话 可以赶尽杀绝 光头很清楚 这是在激怒更多的变种人 但议员却十分坚定 表示变种人没有好坏之分 杀一个算一个 等到事态安稳 光头还能恢复职位 人嘛 骨子里都是自私的 光头听从了议员的建议 可他不知道 议员早就变成黑姐的人 黑姐向他许诺 将来让他成为人类中最高的领导者 所以一员无所不用其极 准备帮黑姐除掉大山等人的盟友 这边 黑姐也起了防范心理 麦克斯没找到之前 所有人都不得出去 就连手机都没有信号 北极星联系不上大山 只能随便找个借口发发脾气 而另一边的光头也已经集合队伍 各个鹤墙实弹 打算一举消灭地道里的变种人 独眼哥是这里的领袖 听到有人闯进来 赶紧让手下设置幻象墙 为同伴们争取转移的时间 与此同时 光头带着人进入地道 变种人制造了幻象墙 和各种怪神 光头的两个手下丧命 其他人不敢继续往前摸索 而光头却不愿放弃 在两具尸体上射了耳雷 接着 这几个变动人意识大 白白葬送了幸运 小妹弄出空间门 将一批又一批的同伴送上地面 此时光头已经带人进来 枪林弹雨中 独眼哥把受到的攻击转换成能量 光头一行人发现他有这种超能力 便开始射击其他人 反应完最后一拨人 小妹是以独眼哥赶紧射击 然而就在他摇头身时 意外发生 来一边 小妹和母亲带着大家前往安全地带 警方穷追不舍 拦住了前面的路 老马起死心意狠 直接门踩油门冲了过去 把大家安置好 老马和大山去寻找长矛哥 他因为小美的消失一直不愿意离开 但四周都是警察 在台下去几人都会被捕 老马去巷子里查看情况 光头的人走上前来 发现他的胳膊烧得通红 立马举枪准备射击 老马下意识夺枪 下一秒 要说这老马一家 个个都是钱力骨啊 偏偏小儿子安迪不走正道 这不 要跟着三姐妹去炸政府大楼呢 北极星一路上疯狂暗示 希望安迪能明白这么做的后果 奈何他早已被黑姐洗脑 一心想着炸掉政府大楼 创造出属于变种人的时代 行动前一天 黑姐让大家熟悉了政府的地下通道 眼看恐怖袭击马上到来 北极星偷偷找安迪谈话 告诉他 黑姐和新闻部的人有骨结 他们所谓的红卫蓝图 不过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 安迪显然不相信 同时也不愿跟随北极星离开 无奈 老马只能亲自打去电话 父子俩敞开心扉 安迪动摇了 跟着北极星回到父母身边 此外 黑姐已经发现两人离开 不过在他看来 他们并不能阻止他 打电话给新闻部的议员 让他派人去围剿北极星等人 接着又趁大家去找装备 让三姐妹控制小丽姐弟的意志 两个孩子很快被带走 成为了恐怖袭击众的议员 小丽姐弟来到了政府大楼前 小丽试图反抗三姐妹的命令 可他们眼睛一闪蓝光 让小丽根本无法做出反抗 两个孩子被迫牵手 金色的光照亮了大楼 接着 正当他们要离开时 北极星几人赶到 大山出其不意 中断了三姐妹的控制 两个孩子被救下 但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为防止黑姐再生时端 大家一致决定毁了她的老巢 让她再嚣张 北极星轻车熟路 把大家带到停车场 不料黑姐的人早已等候两久 胖子一个劲地拍手 爆炸一波接一波 大家分散开来 老马体内的应能愈发强烈 干脆一个人上楼 直接来到了黑姐面前 又是大嘴一张 老马的脑滑子 立刻嗡嗡坐下 两只手红得更加明显 碰到哪 哪却会被溶碎 就当黑姐以为她坚持不住时 老马竟然翻盘了 合着老马才是大宝死 不过遗憾的是 他最终没能活着出来 黑姐虽然死了 但变种人的起义还没结束 这说明北极星 他们还有新的任务 这样商量接下来的行动 消失已久的小美出现了